陳老師十幾年前 曾經跟學生的家長交惡 那是怎樣 那個媽媽就是 對於小孩子在學校的交朋友 很焦慮 那只要她跟同學吵架 那媽媽就會打電話給對方說 你要不要跟我女兒和好 如果不和好的話 我們就怎樣怎樣 那當然就弄得 全班的家長就很焦慮 為什麼你要打電話給我女兒這樣子 對 我是一直覺得說 小朋友之間的吵架 其實是學習 那就磨合 那隔天他們就會和好 可是你家長介入的時候 就會很難解決 所以我對這個家長就有點感冒 真的就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待我其他的學生 所以我們就交二 那個家長就開始叫 他們家的小孩 不可以跟我打招呼 然後作業 那是你的學生 對 我們班的學生 家長叫你的學生 不要跟老師打招呼 對 作業就也不用直接給我 就是放我作聲 那有一天他來 來交考卷的時候 我就說你指甲很長 那我們最近在打排球 你指甲會斷 你回家要撿一撿 四點放學 四點半 媽媽就打電話到學務處 沈老師很爛 沈老師怎麼可以針對我女兒 就是類似這樣子 那當然就關係很糟糕 可是我那時候一直覺得說 我要對孩子很公平 我不可以因為媽媽這樣 然後就對孩子不好 我一直很小心 可是我在兩年前 就跟這個小孩子有聯繫上 我看到他的臉書 然後我就點進去跟他打招呼 然後他就說 他現在多大了 他現在應該已經大學 你點進去的時候是多大多大了 大學了吧 大學了 對 然後他就說 老師你怎麼會傳訊息給我 我看到訊息都在哭耶 我說你為什麼要哭 他說你知道你當年對我多壞嗎 我好震撼 我對你很壞嗎 但是他就說老師你對我的 你當然會忘記啊 但是你的每一個表情 你的每一個動作 你講的每一句話 你會忘記 可是總有一個孩子 記得清清楚楚 我很震撼耶 我已經這麼謹慎小心 可是我到現在還不知道說 我的哪一句話傷了他 所以如果現在我回頭去 再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希望我跟家長的關係 可以好一點 可以修復 因為夾在中間的那個小孩子 真的很傷很傷 當媽媽每天回家問說 你們老師剛剛說什麼 今天說什麼 老師罵你什麼 老師講什麼 把他放大的時候 其實老師是被妖魔化 對 所以你把他放大的時候 即使我是合理的要求 也會變成針對他 對 我那時候還教他說 你一定要去畢業旅行 媽媽說你不准去 我說你一定要去 你不可以留下遺憾 如果我當年討厭他的話 我不會這樣子 就不要去嘛 真的 對啊 可是這個小孩子怎麼想 當我們兩方面在角力的時候 最傷的就是孩子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